是第一次没隔离 也是按照我们日本程序 做一些PCR的一些检测 还顺利 非常好 十天的一个防御旅馆 再加七天的自主隔离 是 当然对日本市场来说的话 不同于欧美市场 它必须要有很专业的部分 那么虽然这次我们疫情的关系 我多年来没办法来 这次我还是坚持来 我就希望能够面对客户 能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把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产品 能够整个推展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来的主要的目的 对这样子